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别起杂句的体制规律 有一篇文章说的最作严和最有层次的 就是我的老师 郑谦先生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原杂句的结构》 我也和各位说过 所谓结构的观念 我们郑老师还是保持了比较传统的体制规律的结构 可是我也和各位说过 戏曲的结构应当有什么两个层次啊 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 体制规律就是《原杂句的外在结构》 内在结构就是怎么样 排场 不只《南戏传奇》有排场 连《原杂句》《南杂句》都同样有排场 只是以前大家不注意 不注意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原杂句》的外在结构 也就是《体制规律》 各位要说明《原杂句》的体制规律 用什么方法 就是把《原杂句》最早的版本 这么排列下来 然后呢 比一比 对对看 归纳一下 看出它的这个体制规律的现象 大家就可以说清楚《原杂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框架里边来创作的 可是这只是怎么样 就剧本里边我们知其然知道这个《原杂句》的体制规律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 做学问更要进一步怎么样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这个题目是 奄远 可见是在追溯《原杂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构 又如何形成 这就知其所以然 太多啊 讨论问题呢 常常常都是针对现象来续说 所以你读了半天只知道现象 你对那个现象产生的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 常常是输落而不说明 输落而不说明就是 这个写作者啊 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或者没有进一步研究 这严格说来都不可以的 好 《原杂句》的这个体制规律的表象 我们只用一段话就可以说了 佩馨你把那个演员念一下 从现成原杂句观察 其体制规律非常简言 每日单位叫做一等或一种 每本分四段 有时还可以加上一两个细子 剧本开头有总题 结尾有题目证明 每段有一套悲趣 加上冰改和磕版组成 有时在套子中还用上插曲 在聚末另有散场曲 每段弓调大一定 如首段必用先铝弓 二段多数用蓝铝或战弓 三段四段大致用中铝双调 套数的组织相当严密 那些曲盘哪些曲台该在前 哪些曲台该在后 哪些必须联用 哪些可以互相借工 都有一定的规矩 每套曲限加一个绿物 一本四段更由一人独唱到底 既无便利 由正末独唱的叫末本 正弹独唱的叫淡本 角色除淡墨两行外 还有进行 以上是原杂律体制规律的大药 由此可见 每一本原杂劇的体制规律 其所包含的必要因素有 四段 题目证明 四套不同功耀的悲剧 艺人独唱 全剧 英白科范 角色等七项 另有可有可无的次要因素 械子插曲 散场等三项 总计十项构成因素 这十项构成因素 都有其来源 本文就是要探索其来源 并以关系构成原杂劇体制规律的情形 这里边 那个 过程因素 必要因素 有四段 题目证明 四套不同的功调的别曲 一人独唱 这个全剧 这两个字是什么奇怪 冰白科范 绝色 所以这个全剧是原文 是不要的 怎么会有全剧呢 这七项啊 就是 过程 原杂劇 体制规律的 必要因素 那么 有必要因素 当然也有些什么 不必要的因素 出现的 这样六个吗 四段 题目证明 四套不同 公调的别曲 一人独唱 编白科范 绝色 七项 没错 这七项 所以呢 探讨的 就把这七个 必要因素的 根源 来源呢 先叙述 好 好 四段 各位回顾一下 很显然是怎么样 从哪里来的啊 诵经 杂劇 愿本 我也和各位说过 诵经 杂劇 愿本 最起先是几段啊 正愿本 正愿本 正杂劇的两段 为主体 在北宋 到南宋的时候 才会增加一个怎么样 燕段 三段 虽然后来有所谓闪段 但闪段从来没有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所以在宫廷杂劇事上只有三段 民间杂劇才有增加了一个闪段 但不管怎么样 她的这个什么啊 她的这个总数还是怎么样 还是四段 四段 但请问各位 她是连接起来演出的 还是各自独立演出啊 各自独立演出 所以我才把它说叫小戏群 对不对啊 小戏群 小戏群的现象啊 其实在很古老的那个时代 我们讲过的踏摇梁 还记得吧 它也要来 后来也发展成为前后两段 两段的演出 我们台湾的车谷戏 常常演出的是什么 翻婆弄 古庚相思 或者是公碑婆 或者牛尼哥 或者桃花过渡 也都各自独立 但是还是一段一段演出 但是还是一段一段演出 现在的客家采茶戏的小戏阶段 有几个小戏连续要成的啊 由卖茶廊开始卖茶 这个太太翻送 然后呢 到出外出外碰浪九佳泥又怎么样 总共有十段 江西的彩茶戏 江西的彩茶戏也保留这种现象 而最多的 莫过于明代有一种叫什么 宫廷里边的宫戏 宫戏演出的就是这个 百回 那这百回的宫戏是什么呢 就是当初明代各地方的地方小戏 在宫廷里边演出 演给谁看啊 皇子皇孙 因为你在皇子皇孙一天到晚是生活在哪里 宫廷之中 对外界完全不了解 所以呢 就借着外界的这个小戏 各地方封土民情的呈现 在宫廷中演给这些皇子皇孙看 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小戏 也是各自独立的 我呢把这个呢 叫做小戏群 而这个小戏群 各位再往上看 最早的九哥 对不对啊 祭拜九哥神 加上前后 只有十一段 也是小戏群 所以这种小戏群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 这个艺术史上 是相当古老的一种现象 好 现在呢 现在我们不是常常把牡丹亭 对不对啊 牡丹亭的折子戏 串合几个 时间秩序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 把它串合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 把它当一个 舞台本的武丹亭演出 这就是串戏 把它串合起来 而起始 而起始 像 刚才我说的 客家彩叉戏 就是串戏 客家彩叉戏就是串戏 情相同 而不是有前后的情节 譬如说前面有一段 龚莫舞演出的是 龚莫舞演出的是哪里 什么时候 侯门宴 侯门宴相撞武剑自在佩公 从相伯怎么样 出来挡他 这样的故事 那下一段呢 他就演出什么 龚孙大梁舞剑器 请问龚孙大梁舞剑器是什么时代的 唐代 所以两个故事是不是各自独立啊 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类型的 怎么样 都是以五五剑器五 为他的这个特色和内涵 所以这个 他说两段是同名 同名两段 同名就是在这个名称上 类型相同的两段 可是加上了那个开头的 宴段也是念容非常复杂的 最后一段 照例是地方小戏 所以这个宋经杂具院本的这个 四段是这种特色 也因此呢 清孟正儿啊 他说 圆杂具的四段 就是从宋经杂具院本来的 我的老师呢 郑文博先生 他就说 不然 圆杂具的四段 和这个什么 宋经杂具院本的四段 是不能画等号的 请问两个人呢 一个是我极敬爱的老师 一个是日本学者 他们两个呢 都对 但是怎么样 没有说得完到 那 拿 清孟正儿来说 确实 宋经杂具院本的四段 就是 圆杂具四段的根源 而郑老师认为 他类型不同 不能同日而已 也是对的 因为圆杂具 四段是起成转合 对不对 故事情节 有没有一贯下来啊 有 所以他认为不一样 清孟正儿没有说 他为什么四段 可以做根源的原因 郑老师是 也忽略了 一个根源 和他发展完成的 会不会一样啊 不会一样 也就是说 宋经杂具院本的 中间那两段 毫无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主体 圆杂具的四则里边 最重要部分在哪里啊 第三则 第四则 故事的 这个什么呢 承转之间 第一则都是故事的开头 不会进入高潮 就像雁段也是个开端 那最后一则呢 往往草草结束 因为是最后的 要说数了 要说数了 圆杂具 就是把宋经杂具的各自独立的事段 变成故事的这个什么 起承转合这样来说 可以说 是对宋经杂具四则的小戏群 做一个什么呀 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有没有保留 这四则的某一种执性啊 有啊 脱尾啊 还是主体在中间啊 这就是保留 它的这个根源的特色 第二呢 原杂具 起承转合这四段 这四则 有没有一口气把它演完啊 也没有 我们一再说过 演完第一则 主唱则 郑梦娥的政大 可以休息 中间插入一些杂船特剂啊 歌舞啊 乃至于我戏的演出 第二则到第三则 还是一样 第三则到第四则还是一样 所以演出的独立性的演出 四则独立性的演出 还是保留了宋经杂具 原本的特色 所以这更明显的 原杂具的四则 是继承它的四段而来的 这个是四段 第二是什么 四则 四则 那可见每一则呢 几套啊 每一则是一套 这四则独立性可不可以重复啊 你如果观察了结果一定发现不可以重复 四套别曲不可以重复 你也会发现 第一则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甚至九十九 接近几一百多 就是很少数 原杂具现存一百五六十种 为什么说一百五六十种呢 有一些呢 某你年可的啊 被明代人改动 所以 郑英伯老师 仔细的把它考上 有一百五六十种 我认为这是最精确的说法 这一百五六十种 这一百五六十种 中只有很少数 我这个里边应该都有 有注解 都有举出来 不用仙女工 第一则 一定用仙女工 去达 百分之九十九左右 最后一则呢 用双调 也达百分之九十几 也就是说 用第一则用仙女 最后一则用这个什么 双调 这是正规 不用的是变体 那么第二则 用正宫 南女为多 第三则 用中里和其他的工调 中里为多 这是我们观察出来的现象 那这个又产生问题了 为什么第一则都要用仙女 为什么最后一则都要用双调 为什么中间呢 喜欢用正宫 南女 中里 这三个调 其他的工调 各位复习一下 别取惯用的工调有哪一些啊 五宫四调 四调 黄中公 先女公 正公 南女公 中女公 四调呢 双调 越调 大实调 双调 武功四调 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啦 学界的争执啦 工调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是第一 工调到底有没有生情 工调的意义是什么 我会把它考察 一二十家比较著名的 包括本人在里面 包括我的朋友洪威柱 我和他是打对台的 但是呢 就现在的这个著作来说 考察出来的有十八家 十家认为 公调没有多大意义 公调不代表生情 有十家 我这一派的呢 公调有生情 公调呢 有它的意义 只有八家 各位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人数多的 就一定正确啊 不一定哦 为什么呢 他们之所以持反对 就是以金绿谷 我们以金不能绿谷 只能以金推谷 推测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以金来绿谷 他就往了中间 谷今有没有一种 时空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变数在里边啊 以谷也不能绿谷 但以谷可以怎么样 可以见金 像一面镜子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们呢 之所以认为公调没有意义 没有生情 是因为呢 这个啊 拿公调去衡量现有的东西 有许多是不协调的 不是那么回事的 譬如说 先李公 他的生情 在金元之间 有一位音乐家是谁啊 各位记得吧 知安 知安的畅论 首先 杰诸公调的生情 先李是怎么样 清新绵淼 忠李是高下散传 正宫是怎么样 惆怅雄壮 男吕是怎么样 感叹伤悲 那么乐调呢 是桃血冷笑 商调是七创厌目 大死是风流韵戒 商调是什么样 见解鸡鸟 各位 形容生情 容易不容易 什么形容啊 不容易 就像要说明一个人的文学的风格 和这个为人处事的格调 也不是很容易 几个字 就把你定验的 所以他们呢 拿 像 红维柱 他发动 他的学生 把第一则的这个什么呀 仙女公 从 所表现的内容 来这个什么 是不是风 清晰绵柔 这样去判断 然后统计 发现清晰绵柔的 不够百分之六十几 有百分四十几 不是清晰绵柔 所以他就否定 请问这里边有两个大变数 第一 他的学生 来判断风流 这个什么 清晰绵柔和这个内含之间 有没有非常精准的判读啊 这些学生恐怕都没有先 把清晰绵柔这四个字 的内含意义 和他的这个什么呀 隐身的意义啊 弄清楚 这是里边可能的判断 第二 一套曲子 哪些曲子摆在前 哪些曲子摆在后 哪些曲子摆在后 哪些曲子要连绥在一起 成为一个群体 我和各位所说的 怎么样 曲组 这个又有什么意义 还有这个曲子 它所要表现的 故事内涵 故事内涵所呈现出来的 这边翻离合种种的情调 是不是一样 它在严格说来 每一个曲牌 它呢 就像每一个人一样 虽然 虽然 像我们在座 我们一定有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共性 比如说我们的共性 我们都学文学的 都和中国文学有关系 我们也都在探讨戏曲 我们这些人的共性 和把那个 这个工学院里边的这个什么 电机系的找来 会不会列行不一样啊 会列行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共性 可是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都一样啊 绝不可能 曲牌也一样啊 曲牌当它这个什么呢 凸显个性的时候 它可能呢 产生的 悲啊 这个喜啊 欢啊 热啊 油懒啊 这个什么呢 武打作战啊 论述啊 或者抒情啊 各种这个什么呢 曲牌都不一定 比如说我给各位 这个 我们演出的 蔡文基 当蔡文基什么呀 启动要反汉 要回去的时候 群体绕行在歌唱 有没有啊 我用的是排歌啊 这个排歌 这个曲调 就是最适合 舞台上的 这个群众的合唱 而且是一定要 一边走 一边唱 你看 我把它用上 这个场面 是不是就合拍了 这个 同样的情形啊 这个 呃 公调底下的曲牌 又变数 可是呢 毕竟 资安是不是个音乐家 是个音乐家 这是大家 不可否认的 而且他音乐的见解 从他的唱论里边 是相当深入相当高 对当时候的别曲 是绝对造译很高的 这是可信的 他的这个理论 比如说这个生情的理论 被明代的这个什么呢 我也把它弄 大概有十几家啊 都是明家 都引用的 都在他们书里边 把它列举出来的 而这些明家 也是当时候的戏曲家 音乐家 难道他们都白痴啊 都懵懵懂懂懂的根基 这个 资安就这样 把它超过来 不可能 所以呢 我认为啊 这个 公调 应当是有生情 那这个生情呢 我认为 我一个学生啊 以前呢 在我们课堂上的 就是 施德玉教授 他是 研究戏曲音乐的 他说 公调含有三种面 一个是 调膏 调室 各位知道调室 调室 比如说 以 以调室 就是以拉 起 拉收 这个里面必有清楚 类似这样的 调高 当然调高 大家比较清楚 高低 调室 还有调性 调性 调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声情 声情 就是调性 我想他这个 这三个 这个说法会比较 概括性的 对公调的掌握 那各位又说 那为什么现在 公调 大家有 也有那么多人这个 反对他的作用呢 各位知道 公调的起源 非常的古老 公调的起源是由什么起的啊 由十二立旅 十二立旅 十二立旅 我以前都会被 现在呢 不能够按照秩序被下来 亂了 但是比如说 有 印宗啊 瑞宾啊 或者林宗啊 那些都是 力管的高低长度 而且力管的高低长度 是由一个做基准 运用一定的比率 制作出来的 现在我们不是有一种乐器是 一个管子高高低低吗 然后上边打击啊 就是很像 很像 那么这十二个立旅 公商绝职与这七 五音或者七音 把它玄公下来 就八十四个公调 八十四个公调 那么这些立旅 什么时候有的呢 我记得国语啊 左传国语那春秋时代 就有这十二立旅的名字 还有 我们中国古代的 钟 钟是一种乐器 边钟就像我们现在怎么样 钢琴的 一个箭子一样 但是我们的一个边钟 一个钟可以打出两个音 你们知道随线边钟有几枚啊 有六十四枚啊 所以可以打出一百二十几个音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寫过这个礼经乐器考 礼经的乐器考 里边就举了很多这个 挖出来的器物 它 钟上面字名蕊斌 那你们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 拿来定 定音的 一口钟啊 何况不止一个 可见十二立旅在春秋有了 工商绝之语也是非常古老 你们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各位 当年燕太子丹 派了谁要去赐这个秦王啊 荆轲 在送行的时候 高见里吉祖 对不对啊 碑戈 那个送行的地点 我还去访问过 现在变成一条锅 水锅 水锅 可是附近有五头牛 可见 各位知道五头头牛 类似那就是古代镇水的 可见当年的溢水啊 不是现在的 那条锅大概 现在比我们教室啊 锅面上比我们教室也大不了多少 大概还要到左廊延伸那么大 哈里边说最后怎么样 他为辩子之歌 辩子之声 辩子可见七音阶在什么时候绝对有了 在战果年间就有了 像这些 可是因为什么呢 公调啊 他八十四 七音阶乘十二历里 玄公的结果就八十四调 八十四调我们人的耳朵不像这个大象或者篇幅啊 可以听那么多音呢 所以我们人的听的音呢 你看 到了苏琪婆 唐代的苏琪婆 已经剩下二十八调 到了这个宋元之际 就变成十九十七 到了明代 变十三公调 而事实上 被原杂剧 被 别起杂剧 南起戏文 应用的最多的就是 九个公调为主体 所以公调的 这个损失啊 就很大 很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宋代啊 又发生了一个变革 比如说我们呢 林宗 的公生 就叫林宗公就好了 对不对啊 黄宗的公生 就黄宗公就好了 可是事实上呢 它变成呢 公调名有学名 玄宫的学名 还有教皇当时 所运用的一种俗名 比如说黄宗公 它就叫正公 所以这个声明呢 就怎么样 搞乱了 这个我也记不得 这一搞乱下来 慢慢的公调啊 为大家不熟悉 不能运用 没有 可是呢 它的遗迹的位力 还是很大 啊 为什么很大呢 因为 现在的所有取谱 有没有 有没有谁敢这个什么呢 抛开公调的 没有 所有的取谱一定都要照公调 有没有哪一个说取牌 敢不给它附属在这个什么 公调之下的 也没有 所以公调期嘛 现在还有统兽怎么样 取牌的作用在里边 那取牌有个性啊 所以不同公调的取牌 要用在一起 要不要小心啊 就要小心啊 如果不是剧情发生变化 可以移公换移 就改变公调 那牌场要不要跟着改变啊 前边一段的牌场是背了 现在要转变成喜了 公调取牌要跟着变 所以绝对还是有作用的 只是呢 这一些啊 就要靠你们音乐家 传统音乐家好好去研究 我只是用一种这个 这个观照 想当然了的在推理而已 推理而已 直到目前啊 我还写了一部很 很大胆的书 因为我不懂音乐 可是我写了 这一段 细取歌业基础之建构 细取歌业基础之建构 说明歌业业有什么关系 古人对业的观念 那么歌业的基础包含哪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如何过程的 然后呢 取牌里边 取牌要有哪些元素过程 等等 这个 这个 也是以前大家 对这个问题呢 不太 不是不留意 而且常常音乐的东西啊 给人的疑点最多 所以公调 一定有道理的 何况公调 第一则 先礼 这个什么 就清新绵绵 也和这个元杂剧的内容 正如郑英博老师所说的 元杂剧的第一处 都是怎么样 故事的起点 作者最喜欢在第一则里边 来这个什么 诚诚自己的才华 写的文字都非常优雅 非常美的 这种优雅美感 舒怀水豹 用的清新绵绵 是最合适的 最后一则 就是要结束了 为什么用双调啊 我们中国的古业是 先慢后快 还是先快后慢呢 先慢后快 第四则要结束 结束 音乐就怎么样 快速 所以双调是见解鸡鸟 也有它的道理 好第二则 为什么用正宫呢 为什么用蓝驴啊 因为啊 故事 远续发展 远续发展 起承 在承的时候 可能会转入 酬唱雄壮 那就是正宫 那你呢 可能就是感叹 伤悲 如果这个什么呢 转入的是风流运己 他就用大使 他就用大使 转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悲凉 那就商调 七创厌目 如果呢 有嘲弄的意味 对 那就是用月调 淘血 冷笑 第三则 为什么都是用棕笔啊 第三则就是 起承要转 各位 剧情要转怎么样 音乐是不是最错综复杂的啊 所以他 高下 闪 转 高下本身有没有稳定性啊 闪 有没有怎么样 也是变化大 转是什么 出其不易啊 让你出其不易 所以第三则呢 是剧情变化 用棕笔也非常合适 所以我们想啊 知安倡论 他的这个 生情说啊 是有道理的 而我的学生啊 现在东华大学的 徐子翰教授啊 他说 他观察 他把这个 原杂句 根据生情梳理 他认为啊 原杂句的每一则的开头 每一则开头的气氛情调 就和知安倡论是接近的 所以生情说是有道理的 这个呢 我记得当年 郑英博老师也这么说 也这么说 所以在这里提供各位参考 虽然我找了十八家 十家 否定的多 也有 里边也有重要的人物 可是啊 我们刚才这么分析 各位应当呢 要承认 公调是有它的意义的 如果公调没有意义的话 古人不会 两千多年来都 都自欺欺人在那边被骗 对不对啊 也不会说到什么 其谱到什么 人人都要有公调来维系怎么样 维系取牌 也不会呢 说在这个 内在结构 建构这个牌场 分为的时候 要移公幻语 这个 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讨论 是要从逻辑 而不是人影影 每一个公调 就有一套乐曲 乐曲的结构啊 它也是相当传统的 譬如说在 汉代的乐辅 开头燕 燕就开头的 这个曲子 所以乐辅是有燕歌 对不对啊 燕歌何长行 诸如此类的 第二呢 一个乐辅诗 它分结 结就是乐章 每个乐章之间 有一个类似我们先说过门之类的 那个也带着那个结 所以一结是一个乐章和它的过门 譬如说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入苦歌 歌 这个乐伍诗就是曹操的短歌行 这四句就是一结 下边 凯荡乙康 第二结 最后山不愿高 水不愿低 又一结 结之后呢 他的音乐加快 到了尾声的部分 音乐加快 那个叫曲 所以曲就快步走的意思 孔子 孔子对孔梨有个曲庭之教 对不对 因为古代 晚辈碰到长辈就要怎么样 在他面前要快步走 所以这个曲 可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呢 到了 最后的时候 就会开始怎么样 要结束了 又变化 然后怎么样 缓慢下来 然后就停了 把这个节拍啊 由慢到快 快到极点 又变慢了 就乱了 所以 乱 有时候乱相当的长 你们从岳虎诗里边 翻成乱约 还有那个谁啊 孔子不是说 官居之乱 对不对啊 官居这个歌词的 那个乱的部分 都可以看出岳虎诗的结构 那么到了 大曲 契乐曲 就叫陕续 就叫陕续 歌唱曲 有节拍的 就叫排便 然后呢 舞曲 请问舞曲要快还慢啊 要快啊 舞曲如果还在那边呢 这个缓慢的话 那就 所以舞曲呢 到 慢慢节拍 前滚 中滚 后滚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有时候也叫 要拿版言来说 就有什么壮版啊 什么什么版 那它是什么呢 煞 煞曲 到了煞曲就是最后了 所以米南话的煞 刷刷去啊 就是那个煞 就用那个煞 会写吧 好 北曲呢 照例啊 第一支曲子 叫首曲 最后一支曲子 叫围曲 围曲 有时候可以用曲带的 比如说 苏江南啊 太平令啊 这一些呢 可以曲带 其他就是煞维 它三部曲都要 可是南曲呢 虽然 影子 过曲 尾声这三部分 过曲就像 别曲的正曲 是主体 但是南曲就可以 几种类型呢 三部曲 皆俱全一种 影子过曲 没有尾声 可以 因为怎么样 它的过曲 是用同调重头的 同调重头 就是一支曲子 不停地反复 它最后一支曲子 就含有尾声的作用 还有呢 过曲尾声 不必要影子 甚至只有过曲就可以 影子尾声 也可以不要 所以南曲的套数结构 一套曲子 有四种类型 那么这个 成套的曲子呢 几乎都是 从这个 从这个什么呢 宋代的曲子来了 它那大曲本身 尼桑与一大曲 这样的一个曲磁牌 比如说用梁桌这个磁调 在细曲可以不停地反复 所以在陕西可能反复几次 排便反复几次 入破反复几次 加起来 就会反复好几十次 或者加起来要十几次 这是大曲 叫同调重头 你看一个曲子 同调重头 可是它有没有变化 第一部分是散板 第二部分有板有眼 第三部分是坏板 所以就叫做同调重头的变咒 同调重头变咒 这是一种这个什么结构法 我们说在这个南北曲里边 有重头变咒 同一支曲 这样就可以过成一套曲子 对不对 比如说五根调 一根里来 二根里来 三根里来 这个有没有变咒 没有 这只是同调重头 十二月 一月二月三月四季歌 都是从头 没有变咒 明歌大概不会变咒 可是像大曲 它就从头变咒 另外一种 传踏 这个本来是一诗一词 曲线是一诗一词 后来把这个都用 曲牌的画 它就产生了 我们所说的子母钓 滚绣球 躺绣彩 滚绣球 躺绣彩 这个 封入松 吉山腔 封入松 吉山腔 这个就是子母钓 有 那么禅令 令就是美好的意思 把每一支曲子 这个美好的乐曲 把它 连缀起来 禅有连缀的意思 就叫异调重头 异调 连缀 各位连缀啊 是前后有没有这个板眼衔接的关系啊 连缀 有 可是有一种呢 像我们歌子系的 歌子系 随便抓来的小曲 想唱什么就抓什么来唱 这叫什么呀 杂罪 所以杂罪是最松散的 杂罪没有人说过 但事实上是自古以来就存在 现在也有 这是我发明的 这些都是我发明的 可是这样呢 就清楚了 好在这个 禅令里边的异调连缀呢 如果插入 一支曲子叫转 那个呢 有时候又叫太平令 那这个曲子有什么特色呢 它是 集合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形成 它可以乘上起下 使这个曲牌啊 衔接成为一支 那么有这个的 就叫唱传 代传的这个 那些曲子 他自己觉得 音乐非常美听 容易引人入胜 所以赚有这个意思 我们要 赚人家的钱 也要 说些好听的话 对不对啊 所以商人不能和顾客啊 吵架 就因为你要赚人家的钱 赚带有骗的意思 所以赚钱就是骗钱 这个赚钻 就是带有这个钻区的 一再的 重复 这里一套 两套 三套 所谓赚钻 就可以演出的故事 就复杂 对不对 就复杂 所以 赚钻 我把它叫南租公钻 因为赚钻是南宋才有的 租公钻是怎么样 北宋就有 租公钻就是用 一个公道 一套曲子 一个公道 一套曲子 租就是多的意思 租为同学 对不对 租就是多的意思 像这些呢 就是套曲啊 事实上都在颂乐曲里面 南北曲啊 它的根源就是颂乐曲 就有了 所以 以前这个文学史 戏曲史 都有一个可笑的说法 说圆渣剧是谁创的啊 官汉青 官汉青一个人能创圆渣剧 这是可笑的 因为圆渣剧的这个是什么呢 它的规矩那么近 是继承 然后什么样 约定俗成的 不能创的 说昆山腔是谁创的啊 魏良虎 他一个人能创一个腔调 腔调是住一个地方的一群人 久而久之 形成这自己语言旋律的特色 执性 那个才叫腔调 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 你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福建 有76县 据说就有108种方言 为什么 隔一个山隔一条河 在古代翻不过去 你这里就不一样 你看泉舟和 和莆田 近不近啊 很近啊 可是你看看 两个话不通的 不通的 因为它定居在那边 这里的人 共同自然 对语音的声音 借音 原因 韵尾 都发生一些变化 发生一些变化 组合起来音就一样不一样啊 就不一样啊 像你说方 我就说轰 他就说崩 其实分析起来都是接近的 可是发出来音就不一样 好 这一些啊 又进一步 那么这些乐曲是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的呢 同调重头 很简单 就重复 子母调 就A B A B 这样的一种循环 也容易 可是禅令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扮演衔接的关系 那就是各自独立的杂罪 对不对啊 像我们的歌子戏 一下唱 运河调 一下唱这个什么呢 某笠花调 一下唱思想起调 一下唱台东调 他是抓来就唱 各自独立 可是在南北曲里边呢 取牌与取牌之间 是有组织 有前后扮演的连续的 那么连续 常常是几支取字 就像我们班上 你们坐在 课堂底下 可是哪几个人是不是藏在一起啊 这几个人又藏在一起 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小主群一样 取牌也会这样子 所以常在集在一起的 它就产生一个这个什么呢 群体的特色 这个 在资安畅论里边就有了 这叫姑舅兄弟 姑舅兄弟 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啊 那我把它叫取主 取之的一个群主 我那学生许子汉 他就把它改名叫做取断 没关系 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取断 可是有没有 你们同学里边 也不在这一组 也不在哪一组 就特立独行的啊 那个叫知取 就是有个性的 那么这个有个性的 是不是常常在投票啊 或者干什么啊 里面A组的也要拉他 B组的也要拉他 所以呢 在组合的时候 他常常基于群主 取主中间 连续这个取主的 那个就是 这个知取 所以戏取 尤其圆杂句的 这个套取结构 事实上是取断与取断 或者取断和知取 与取断 的一种这个组合 就形成了每一套取主 如果你清洁复杂 就多用一个取断 或者用一个 多一个取主 如果你清洁简单 少用一个 套取就自然怎么样 短